01里面就会有这一题 寻找与判断 -0到-9的那个值 那当然-0到-9就是Apple 反之的话 那就是没有 就是Orange 那没有资料也是Orange OK 所以呢 以假设以这样的逻辑 当成我们要的 这个写的那个逻辑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那个同学 他基本上 他不是要一个Sub 他要一个Function 也就是说他希望最后的话 可以插入函数 那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就不用内建 内建函数里面 你光是写那个公式 我都不知道 写出来的话 即便写得出来 可是那个我想应该 非常非常的冗长 有没有 光要负一到负九 这个实在太复杂 那算了就跳过了 因为说真的 那个太复杂的东西 你写得出来 即便写得出来 因为你最后还是想 这时候还是用VBA好 对不对 所以我想复杂的东西 你一定要VBA写 你不要复杂的东西 还用那个公式写 你会写到疯掉 而且写完之后呢 可能这个问题还是蛮多的 OK好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写完了 我这边有一个叫Float Type 那一样 我是用那个制定函数的方法来做 那当然我又有一个Type Number 请使用者丢一个制串给我 那我就选一个 他就丢一个给我 那Return 值就是Apple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0的这个 中间制串 只要是有-0到-9 这种制串存在的话 那就是Apple 反制就Orig OK 逻辑清楚之后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都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理论上我这边好像 我甚至有判断如果是空的 那我这边的话 空的应该是什么 空的假设是Orig 如果我这边好像空的我给他 所以如果是空的 空的我给空的 那好像没有意义 好 假设空的也是Orig 好 那假设空的也给Orig的话 不过我改了之后把它打个勾 OK Orig 如果像类似像这样的 一个逻辑 城市该如何赚钱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 我们假设跳过SUB 我直接就 因为之前我们日本版本是先讲SUB 通常是讲SUB 所以第一 一定是For I 等于 第几列到第几列 有没有 OK 假设第二列到第11列 OK 那 做什么事呢 那就是把这个资料 Sales里面的I列的A欄 有没有 先丢过来 然后我做什么呢 去里面找找看 所以用In3里面 到Sales I列的A欄里面 去里面找 那In3特别注意跟Find的那个参数刚好颠导 它是 Find是先给那个什么呢 就是哪一个关键字 就是比如说-0到-9 有没有 这个讯息 那In3刚好是去哪边找 然后呢 再给关键字 所以两个颠导 OK 那基本上我的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 思考的方向逻辑 跟我们之前写的方向差不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我就先第一个 先插入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就是Function 那我就给一个叫做 Type Lumber OK拿这个 不过特别注意哦 中间不能加空白 所以如果你把TypeLumber 搬过来的话 那它会有个空白 它会跟你讲 很抱歉 不能用这个当名称 那怎么办呢 我的习惯是加个底线吧 OK 也就是说所有程式里面 那个其他的像什么 简号啦 邪号啦 问号啦 等等那些都不要用 唯一可以用的 安全使用的话 那就底线 underline 所以特别注意 我很多地方 干脆都underline 像命名的话 也用底线 所以我第一个 先用TypeLumber 然后用个Function OK按个确定 那比如说这中间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要思考的 那我这边的话 分成两个逻辑 两个逻辑 这边的话 两个 第一个的话呢 如果储存格中 假如有负0到负9 那实际上负0到负9 虽然是自串 实际上应该是这样表示 就是应该这样表示 会比较能够明白 因为前面我们一直强调说 那个就是数字跟文字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能把那个数字跟文字混为一谈 那就返还 就是返还意思说丢回去给那个这个Function 本身给Apple 那Apple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文字 那当然呢 要负0到负9 所以我的写想 因为之前同学是写那个 if else if if负0 是什么 else if负1 是什么 那这样要写20行 那所以我就想说 负0到负9 其实有连续啦 所以我就用什么 发一个回圈 所以我这边基本上的话 我就把这个回圈把它先写出来 那我写什么呢 0到9 可是你会发现 for i 假设我这边写一个for i等于0到9的话 那因为它是数字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要想到一个 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它这个函数就是把什么的 把那个数字转换成文字的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的话呢 叫CString OK 其实基本上只要C开头的话 就是转换的 那你可以怎么打一个VBA VBA点 它有个C什么呢 CString 那其实它这边里面还有C开头 好像我记得CINT前面好像也有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CINT的话是转成那个整数 我这边它没列出来 其实CINT也OK 那C double 就是转换成那个 有小数点的C double也可以 那这里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 转换成文字的话 你可以用 C S STR 这个STR 实际上就是String的减写了 那我接下来的话就说 我要让它怎么样呢 在0到9之间帮我找 那我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呢 所以特别主要 如果你要找的话 前面有讲过 IN3这个函数 那它一定是先去哪边找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先到 这个TypeLumper 它给我一个 所以它会什么 它会先用选的方式 选一个给我 放在TypeLumper里面 那我就去找 找这个 这个里面有没有 -0到-9 那所以我这边的话 逗点找什么呢 那因为它0到9是数字 可是我要找的是-0到-9 有没有 -9 这个中间的值 那我可以怎么 前面加一个自串 这是这个 这个减的符号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就是串接 所以第一个的话 它要-0 诶 -0找找看有没有 所以呢 我底下就加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A不等于0 特别注意哦 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是A等于0 那如果找到 刚好就是颠倒 那因为我们主要是 希望能够找到 找到的话做什么呢 那我就把那个 FruitType等于 那个什么 等于Apple了 那这个Function就结束了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就加一个 EditFunction EditFunction就是 不要往下走 OK 那什么时候会往下走呢 就是当A等于0 诶 A等于0的话呢 实际上的话 就等于是 意思都是找不到的意思 我应该可以了解 我的那个逻辑 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 就是EditFunction EditFunction就是 不要往下走 也就是说 已经确定找到 那个 有-0到-9了 那它就是Apple了 OK 那除非的话呢 里面没有的话 所以A等于0的情况下 它才会继续往下走 那继续往下走 有两个 因为 我看一下那个同学给我的讯息 他 他说如果 空白那就输出空白 可能中间如果有一些空白的话 比如说像 也可能是这样 像中间的话 它是ORANGE 它意思应该是可能是中间的部分 那把我们照原来的好了 就输出空白 OK 那也许假设 中间其中有一个 是空的话 那我们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如果这边是空的 那这边保持空的 OK 类似像这样的逻辑 所以我这边就写 如果 那个他给我的值是空的 就里面的资料是空的 那我也返还等于空的 所以丢回给自己 反之的话呢 那Fruit Type呢 就是ORANGE 就跑这些 这样子 那基本上 写出来程式呢 就会比较简洁 其实跑这个回圈 有没有跑这个回圈呢 基本上大概就 省了大概 至少 因为一个回圈 FORNESS 两行而已 那如果你是 负0到9的话 你可能要写20行 所以基本上 大概就省了18行 如果以那个程式的 那个长度来看 不过当然我是觉得 如果以你们 目前的程度来看 你不要真的 为了要省那18行 然后呢 写出一个程式是 超乎你的能力范围 因为你有些人写回圈 像我们写回圈 是西中平常 可是有人 只要写到回圈 就挂掉了 为什么 跑到那边里面就 就迷路了 就已经不知道 天旋地转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循序写 应该说这个老板不会 太care 你到底是怎么写的 如果那种简单的东西 谁关你怎么写 除非说那个数量实在是 负0到负100 这个你就不能用 刚刚讲的那个方法 但是负0到负9 其实差没有很多 OK 所以差没有很多的话 那你用那种方法 跟用这种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 看起来是比较厉害一点 可是当然你要程度上 也要跟得上那个厉害 不然的话 你只会为难你自己而已 OK 所以应该懂我的意思 所以像我说 写一些专案 简单的东西 我不要把它写得很复杂 为什么 第一个 我自己好维护 第二个给别人 别人也好维护 不然你写得很厉害的方法 自己可以维护 但是丢给别人之后 别人就没办法维护了 像很多东西就这样 很多人写得很厉害的程式 但是全公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如果他离职的话呢 就没有人会了 谁接 老板就 如果老板 当然会觉得这个人 对 所以他尽量还是怎么样 你写还是你要考虑到 一个teamwork 不是说你一个人的话 所以这里的话 我基本上 那写完之后你想说 可是老师 我以后希望这边有个按钮 我以后不要不要用这种方式 如果说你将来还要再做sub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插入程序 假设我这边的话 这个程序我假设用fruits 因为他里面名称不能一样 那我用sub按钮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已经有个function了 那基本上 这边的东西 你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是呼叫这个方式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call 也不用call 因为call是用sub sub呼叫sub是用call 但是如果你是sub呼叫方式的话 那你其实第一个 假设我这边先把它归零 假设这边 其实这个犯好了 因为我大概这样好了 OK 然后呢我们就是回到刚刚这边 你就是一样是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fori等于第二列到第 因为中间有空下来 所以这边是10好了 enter两下 这种写法应该OK 然后呢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i列的b栏 OK 所以我这边的b栏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写一个这个方权 对不对 你就是直接可以去呼叫 那呼叫方法不是用call 是直接拿这个名称 所以你是这样 可以打一个fru type 印象中它好像也会 你打一个他 你就打这个名称 然后呢 钱瓜糊一下 你会发现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专用里面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呼叫他 那他会有一个 就是说呢 这个方权会有个返还值 对不对 所以他会返还给这个储存格 那也就是说他做好的东西 他做完的东西 他会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就完成了 所以我试一下 这个地方fru type 那我要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A缆的东西 有没有 这边意思说呢 我给你一个A缆的东西 那你在这个地方先处理完 处理完之后 告诉我是A缆里面的东西 Apple还是Orange 那就直接丢到B缆就好了 那我这个sub的作用 只要写一个function 写一个sub 去呼叫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按F8 特别注意 A缆里面东西是这个 对不对 他会传给他 传过来 特别注意 那这边的话就收到了 OK 那收到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自己去把结果给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他就返还给他了 有没有 就到B缆里面去 所以其实直接执行 结果就OK了 所以以后 我们入门班是先写sub 再写function 其实进阶班 你以后可以倒过来写 先写function 再用sub 就呼叫function 这样也OK 所以你很多地方 可以就是换个方向 那以后的话你就是 很多地方就直接呼叫方选 把结果带回来到儲存歌 其实问题也可以解决 OK 只是说你们慢慢要熟练这些东西 那不是说像入门班 只能单向的sub到方选 现在刚好颠倒过来 方选先写好 再写一个sub去呼叫他 呼叫的方法特别重要 你还是要丢一个东西给他 他会return一个东西到前面去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一样把这个程式 一样放到我们云端上面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刚刚的function sub的话就放在这里 请各位自行再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一题的话 刚好同学问到了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 这些变化题要让各位思考一下 就是不同的程式撰写方法 当然其实固定的准则 就是以后你复杂的东西 当然你又用内建函数 是绝对是非常难用的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在思考工作上的问题 基本上大部分还是直接干脆写VBA算了 因为你内建函数说真的 提供的功能实在是相当有限的 尤其在处理稍微复杂一点点的事情的话 基本上就不够用了 OK 那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的单元01里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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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